那這個 謝謝 中間 來這裡 冰哥跟烈姐有跟你說什麼 沒有咧 我就是謝謝冰哥 謝謝烈姐 謝謝他們 邀請我 為什麼烈姐 上次是在 香港烈姐住 沒有什麼特別 跟前輩打個招呼 平貌 我只是先談好明年當一下評審 今年武康人明年換一個感冒 沒有想到那個 沒有想到那個 你現在目前沒有當過評審 你不是居然被惹評審 沒有笑了 應該還破資格吧 不會啊 反而沒有我覺得快 評審你就是從演員的角度看 對啊 可能更知道一些 不想做一些 不知道評審應該要做什麼 你有做過評審嗎 有 然後又很會吵架嗎 又很會說服別人 又很會說服別人 是 也要看評審團裡面有誰 因為評審的每個抗戰 其實也不太一樣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我剛剛康人也沒有聊到誰 也沒有聊到今年的內幕之類 但我們剛剛有討論說 你是很旺跟你合作的女生 就是跟你合作就可以拿獎 已經是第三個拿獎了 對啊第三個了 謝謝謝謝謝謝 他那個真的很難耶 他自己一個人要演這麼多的過程 從女生之後到屍體 然後到變性人 那個過程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在旁邊看都覺得 替他捏一把兩次 真的蠻難的 我今天遇到湯仁我來說 他有跟我說的東西 我來說我拿火鍋給你搞不好 你是不是評審 他要走開了 編劇也是啊 劇本也很好啊 而且這個劇本是 你是不是有一天騎摩托車 你在庭龍燈的時候 看著發想 其實很多有趣的概念 是在一瞬間 然後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貫徹把它執行到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 像他 沒有但是要有人要 願意先同 要不然你怎麼看這個 這個發想都是很瞎 我問了 我覺得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就穿起來了 我也是 我覺得我們格局很好 哈哈哈哈 你說這個 這個起頭 但是你真的要先想辦法 把它串起來 是 反正說是真的 真的是 對 有人就是覺得 欸 這樣子可以寫 先串出來看 怎麼今天編劇得獎 耶